把它训练成五星级大厨 做东西就要去炒着炒着炒 放什么robot 把它反正就死了 快日少回家 我都跟你讲啦 乖乖去那边煮 Hello 大家好 我是珊珊 来自的珊珊 自从我们一起住过后 一般都是我在下厨 偶尔她还是有下厨啦 可是她煮的东西没有特别的好吃 你真以为我没听到吗 可以吃的啊 所以呢 今天我就决定了 要把它训练成五星级大厨 你准备好了吗 今天呢 我们就决定 用Kitchen Idea的Cody 21呢 你要给我煮出三道美食 你用就好了呢 什么叫我用呢 我用了这段时间呢 我觉得还蛮适合 不会煮菜的小白的 就是为你而设计的 要我公主还那么多借口 可以吗 什么 求求你 好了 OK 开始 我也要选择煮菜鞋 来 这个煮菜机器人哦 它是可以connect你的Apps的 然后 懂得讲 Kitchen Idea 里面是有高达1400种食谱的哦 它买回来呢 是有附上各式各样的头的 可以根据你们要煮什么 然后换头啦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安装这个头啦 只需要 是不是你把这个东西放下去 对啦 然后这样子按它就可以了 OK 第一道是糖醋排骨 第二道是酸辣土豆汁 酸辣虾 很麻烦哩 点5L的水 先煮那个猪肉先 虽然这个是酵集器人啊 它会帮你煮菜 可是哦 切料了你还是要切的 煮东西 不要炒炒炒炒炒炒 我们来放两个robot 麻烦了 大家打开的时候 真的是要小心一点哦 哇 看这个色泽是不错哦 哇好像很暖身 是好像不错啦 很厉害耶 我有点忍不住想偷吃 嗯 好怕 嗯 嗯 刚刚明明是这样的 我都跟你讲啊 乖乖去那边煮 这男人变脸比女人还快 拿着煮的当成门 你们就可以在这里飞腰啦 就不需要帮它掌握 除了可以煮菜以外 你可以煮糖水啊 可以拿来蒸东西啊 包饭啊 很多功能 放在厨房的话也是比较深空间 只需要一架子就可以了 还有呢 用这个机器煮菜哦 它就只有水蒸气罢了 厨房呢 也比较好清理 我们的第二道菜也是完整哦 如果还一定要讲呢 这个问题啊 我自己也是有考虑到 我有帮大家查了 他们在2024年年初呢 会在这里 KL哦 我们会开设一间店 维修的问题 你们都可以带去那里 然后另外 它是有商店的 无人类的哦 不用害怕 OK 哇 很美味 这个本就是在外面吃的菜吧 哇 哇 你很厉害嘞 好吃啊 对 很错 如果呢 你们要训练你们的男朋友 身为无性质的大厨的话 可以考虑哈 好 我们是你的大厨位置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你们在吃饭 你就可以继续做工了 咱 招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